在海海 南南 南南 白湾的世 比農西海 千山月 天 水無來 美麗山 萬所海 高曲有兒愛 各位同心請請請坐 我們請問金尉終究要開始上課了 各位同心請請請坐 我們請問金尉終究要開始上課了 明天所在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想看 請大家起立 走勒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午早 我叫連受憲 我們看康表就知道 我這個要跟大家說的就是台灣的戰爭史 戰爭 戰爭的歷史 為什麼要講台灣的戰爭史 我如果講講的 講到北京的請大家見諒 因為我在台北最高 都講北京的關係 盡量講給各位 那個台灣話聽不懂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我聽說有很多我們高砂族都不敢舉手 我盡量 盡量齁 聽不懂沒有關係 那我可以講那個 講北京話比較不會內疚 為什麼要講台灣戰爭史 台灣戰爭史你們不是都念過了嗎 國小國中不是都念過了嗎 為什麼我現在要跟各位講台灣戰爭史 很奇怪齁 那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台灣戰爭史 台灣的歷史到底是什麼 星期一 這個星期一 我們有一個門協先生從日本來 來我們民政府拜訪 他差一個月就滿101歲了 差一個月看起來非常的健康 然後我們的駐日代表何春先生 跟他講台灣的歷史 這個101歲的老人 他聽完以後他說 原來真正的歷史是這樣 我從出生這麼久到現在 真正了解台灣的歷史 以前念到的都是假的 你們已經經過數十年 一點一滴的幫你們灌輸假的歷史 讓你們覺得那些歷史都是真的 所以你們很習慣 等一下聽到的這些你們會覺得 哇 是嗎 我心目中印象中的蔣介石是這樣的人嗎 各位蔣介石本來沒有要來台灣 這個後面等一下歷史 因為我們的戰爭史秘書長 他已經寫到今天是228 寫到228篇了 每一篇都至少一頁以上 所以是厚厚的一本書 我不可能在一個小時十分鐘 我只能把一些精華講給各位聽 但是各位要知道 各位要了解 我們現在出去 我們都是代表台灣民建府 你現在受分受完 你就是台灣民建府初級的公務員 你上完高級班就是台灣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台灣民政府的大佬 你代表台灣民政府 你一定要很清楚了解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跟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待會我會講給各位聽 你如果沒有了解我們的 我們的主張 沒有了解我們的立場 你出去很容易跟人家起衝突 尤其是人家跟你遇到車牌的事情 遇到身分證的事情 我們在外面遇到太多了 不需要去爭辯 我們要同情我們外面的那些朋友們 你真的要同情他們 為什麼他們會跟你爭辯 他們一定以為他們相信了 他們看到的是真的對不對 你現在聽完了 你知道兩種訊息 其中一種是真的 其中一種是假的 可是在過去的幾十年 你唸的假的東西 你把它認為是真的 我不是在繞口令 所以你會發覺 你去跟外面談的時候 你在跟他們談的時候 你會有點 跟他們不同頻率 他們會認為那些 你講的東西都是假的 你明明在跟他們講真話 明明你講的都是正確的歷史 是美國CIA解密的歷史 等一下各位看到 都是美國CIA解密的文件 蔣介石怎麼跑到台灣來的 他剛開始還不敢來台灣 他的專機從四川飛 直接飛到澎湖 他在澎湖那邊等 他找了一群他旁邊的 身邊的那些黨政高層那邊陪他 為什麼 因為台灣那時候已經有人 站在佔據台灣 層層在台灣 孫立仁在台灣 美國希望孫立仁管台灣的軍權 他希望層層管台灣的那個政權 所以蔣介石來台灣幹嘛 他來台灣沒有位子 所以他不敢飛過來 他怕一飛過來被當戰犯 或被當什麼戰俘什麼 就被抓起來了 所以他先派人來探路 所以蔣介石一開始沒有來台灣 他的專機是飛在澎湖 降落在澎湖 這是CIA解密的文件 我們打贏了秘書長打贏了美國 官司打贏不是戰爭 官司打贏美國 所以美國要把文件解密 讓各位了解 那這些剛開始各位念 可能會蠻生硬蠻枯燥的 但是我相信各位 回去以後 除非你又回來我們的周 周閣回來開會 你才會再看到主張跟立場 沒有平常時間 你很少 你就算打開官網 你會看你想看 官網的頭條上面也是主張跟立場 如果我不跟各位詳細的說明 各位回去很少會再自修 就像 如果不是我要跟各位講戰爭史 我每天在外面上班 我在台北就在教教課 我在教的課程不一樣 那我哪有那個時間 每天去看戰爭史 因為我要跟各位講戰爭史 這叫教學相長 所以如果各位回去 真的要自修 我們一直在講 每一次都在講 新台灣論 新台灣論 為什麼一定要讀新台灣論 今天你在學校 你為了要考歷史 你會很認真去念歷史 因為考歷史 你要考100分 所以你要去念歷史 可是你念歷史都是假的 你如果不念新台灣論 你真的不知道真正的歷史 好我們先來講重點 先讓各位知道 我們的主張第一個 我們根據國際法理 我們今天不講政治台灣 我們不講情感的台灣 我們都不講 我們講法理台灣 為什麼 法理台灣 可以讓我們堂堂正正的走出去 告訴全世界 我是台灣人 我是大日本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你才有合乎 國際所承認的 國際法理的地位 所以我們根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個我常常在外面跟朋友在聊 他們就會說 台灣國際地位沒有正常化 是為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 我會問他們 我們來教學相長 到底怎麼樣台灣國際地位 才能正常化 台灣的國際地位 怎麼樣才能正常化 我這裡有念 我們要尋萬國公法對不對 這裡很清楚 他們沒有辦法跟你回答 為什麼 台灣現在到底國際地位 有什麼不正常 現在台灣的奧運代表隊 到這個世界各國 參加倫敦奧運 參加北京奧運 他們用什麼名稱 中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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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中華台北 正確的名稱是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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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不是在台灣 不是 你這樣就瞭解 國際上所有的人都承認 有一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有一個流亡政府在台北 叫中華民國 就像當初在倫敦 有兩個流亡政府在倫敦 一個叫波蘭 一個叫法國 所以你那時候會看到 流亡政府在倫敦法國 流亡政府在倫敦波蘭 所以他會用陳世民 然後這個國家民在前面 陳世民在後面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然後英國政府什麼 也在倫敦 請問一下齁 倫敦屬於誰的 英國的啊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嗎 難道波蘭可以這樣講說 我現在因為我的波蘭 流亡政府在倫敦 所以齁 倫敦變成我波蘭的嗎 那法國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講 我法國流亡政府 我也在倫敦 所以倫敦也是屬於我法國的 那他們三個國家要打架 所以他們都不會去吃官廟 你知道嗎 他們都很了解 現在倫敦是英國的 我只是流亡政府在 我法國流亡在倫敦 波蘭流亡在倫敦 同時有三個政府在倫敦 都是國家喔 可是他們都很清楚知道 誰是老大 那為什麼台灣 我們搞不清楚 為什麼會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為什麼 對阿 他經過38年來的教育 我剛開始聽到的時候我也很震撼 我也很震撼 因為我學到的 我所了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然後突然告訴我說 中華民國不在台灣 那中華民國在哪裡 我們跳到國際上看 原來中華民國在台北 這很正常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跟他們講 台灣的那個國際地位 台灣現在沒有任何國際地位 為什麼 對阿 阿台灣要怎麼樣才會有國際地位 要美國軍政府在台灣 台灣才會有國際地位阿 這是循萬國公法 循戰爭法 循國際法 我們站到法理 全世界才會承認 當初 當初 馬關條約 我們日本叫下關條約 我們應該用日本的稱呼 因為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各位上完 昨天上到今天 大概了解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所以我們應該講下關條約 下關條約當初說 把 台灣 割讓給日本對不對 阿也把 台灣本島澎湖割讓給日本 我們也把 那個那時候 滿清也把那個 那個 遼寧那個東北三省 也割讓給日本對不對 他一整個割讓給日本 成為下關條約對不對 那後來呢 後來為什麼下關條約會改 為什麼東北三省要還給中國 不能成為日本的一部分 對 所以你們越來越了解 你們越來越專業了嘛 東北三省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東北三省不能割讓給日本 那韓國為什麼可以割讓給日本 對 因為那時候有韓國有台灣 有東北三省一起都割讓給日本 東北三省很快的 在日本 在英國 在法國他們的抗議之下 東北三省又還給中國 所以你那時候可以了解 當他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台灣根本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滿清割讓台灣給日本割讓哪裡 割讓一條蚯蚓而已 我每次都講一條蚯蚓 他只有割讓我們西半部而已 因為東半部他始終沒有征服過 滿清沒有完全的統治過台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偉大的高砂族 那時候誓死抵擋 不讓滿清來統治這個高砂族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日本可以完全的佔領韓國佔領台灣 但是那個時候都是殖民地 也就是那時候都是殖民地的身份 讓很多的國家在簽約 在簽就近戰和平條約 在簽這些條約的時候他們誤解了 誤解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 韓國一直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可是台灣早在1945年的前三年 1941年1942年 日本就開始在台灣實施什麼 黃民化 你們都很清楚 他那時候就在實施黃民化 當他在實施黃民化的過程 他就一點一滴的讓台灣擁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我們為什麼可以去替日本打仗 為什麼可以跟日本一起去打美國 我們那時候是日本 我們已經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們已經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所以我們跟那個101歲的老人講完以後 他會覺得很震撼 他說 原來1945年的那個8月1號 1945年的4月1號 為什麼要選4月1號你知道嗎 中國國民黨說4月1號是什麼 為什麼要選4月1號 在4月1號對日本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4月1號日本很多像琉球啊 什麼日本的什麼憲法制定什麼 很多的日本的重要的日子都定在4月1號 所以對他們來講4月1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所以他們會天皇會在4月1號下招書宣布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都在戰爭史裡面都有 所以戰爭史最近快要出書了 應該再過一個月就會出書了 各位可以趕快把戰爭史買來看 非常的精彩 保證比讀新台灣論好讀一點 但是新台灣論也要念 不要戰爭史出來 也會開始念戰爭史不念新台灣論 好 所以 根據法理 我們的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剛剛早上你聽 剛剛聽那個副主席講你也知道 為什麼美國到現在都繼續擁台灣的佔領權 為什麼 你會很清楚 因為美國授權給中華民國授權給什麼什麼 他在授權對台灣的一些統治 他對台灣的一些進進出出 視中華民國為無誤 為什麼他可以把中華民國都不當一回事 因為中華民國流行政府在台北 所以中華民國離開台北之後 就通通歸美國在管 所以美國他很清楚 他在加山基地在屏東的地 屏東的基地什麼 他這樣子運輸機進進出出 然後海關那邊開一個窗口 接受311的難民 這些他都不用管中華民國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老大 那我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那時候陳水扁講了很多什麼 他跟中華民國 他跟美國溝通協調 其實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美國下指導期 美國怎麼說 中華民國就要怎麼做 到目前為止都是一樣 以後還是一樣 所以各位要了解 今天不用去想得很複雜 我們今天要接政權 一直跟各位強調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接政權我們跟誰接 跟美國軍事政府接 所以跟中華民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們不要有的時候 你的概念要很清楚 沒有你在外面遇到一些這個口才比較好 或是那些什麼書念的比較多 他跟你講講到你會很模糊 你會搞不清楚 你要有一個原則 反正齁 你講不贏他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告訴他說 根據國際法 根據戰爭法 占領怎麼樣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誰佔領了台灣 如果今天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像伊拉克是誰的 美國的 對阿富汗是誰的 有可能蘇聯 有可能美國看誰佔領他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從1830年拿破崙戰爭到現在 佔領都不能移轉主權 那個 我請問一下那個爭議 那到底是殖民地 還是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你要去了解 那個國際法你要去了解 那師出有名 他一定有師出有名 沒有國際上會去制裁他 就像美國如果今天宣布 英國說要讓福克蘭變成英國的一部分 如果今天美國要宣布 伊拉克要成為那個美國的一部分 除非 國際上全部都承認 那今天國際上 你要看到說 國際上到底有沒有承認福克蘭 福克蘭是一個有爭議的地方 那台灣沒有爭議耶 我們台灣從頭到尾都沒有爭議 我們從1945年的4月1號以後 國際就承認了 今天南海主權為什麼會有爭議 南海主權國際上 沒有完全承認說他是日本的 當初說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然後那個南海是台灣的一個屬地 所以南海是屬於台灣的 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南海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南海是屬於日本的 他們用這樣子的推論 等一下各位了解很簡單 我們的接下來潘優謙潘老師 他會告訴各位 我們的一些邏輯性要怎麼去分析 然後再接下來一節 林耿莉林老師 他會告訴各位 怎麼從149年去看讀 這些可能都會比較深 所以利用早上的時間 讓各位比較有精神的時候去了解 反正你只要記住 當他在跟你談的時候 你只要記住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我們是被佔領的 我們是被佔領的一個地方 他不能移轉我們的主權 我們主權屬於誰 他到目前就屬於誰 沒有變過 所以為什麼美國佔領之後 他一直不能移轉我們的主權 他只能派中華民國來代理治理 他不能移轉我們的主權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英國、日本、德國 他們全部都要把蔣介石趕走 因為蔣介石 偷偷的把我們主權移轉了 他讓我們所有的人都改國籍 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這到目前國際上都不承認 所以才會被踢出聯合國 才會被踢出聯合國 連中國大陸都有這樣子 你會看 你開始看了很多的所有的文獻資料 你就會了解 連中國大陸都很清楚知道啊 他都講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啊 他如果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幹嘛講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台灣是他的 他幹嘛講他流亡政府 他直接應該中華民國流亡到菲律賓啊 流亡到馬尼拉 流亡到任何一個城市去啊 他不能流亡在台北啊 他流亡在台北直接就滅亡了 為什麼 他就屬於中國了 所以中國的國際法專家也都很清楚知道 當日本宣布我們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領土那一天 國際上都承認的那一天開始 都承認的那一天開始 我們就不是無主的國家了 我們就是有主權的國家 所以佔領不得一專主權 流亡政府怎麼樣 不得就地合法 這兩個重點 是國際上大家都承認的 國際法 戰爭法 1830年以後的戰爭法 那個台生給我看那個1830年以後戰爭法 戰爭法怎麼規定 戰爭法從哪裡來的 1830年以後的戰爭法 就嚴格規定這兩個 你不用跟他們講其他的 我們只要概念很清楚 你在外面跟朋友講 我們很理性的告訴他們 佔領不得一專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就這兩個就好了 戰爭法是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體系 國際紅十字會總章程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1940年美國陸軍總署 有關戰爭法的會編 跟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這一些 全部加總起來是戰爭法 這是有法可循的 在國際上都有法可循 所以這些法律裡面就很明文的規定 兩個類似憲法一樣 兩個不能變的 如果今天拿破崙 他佔領到每一個國家 歐洲整個都是他的 那就沒有 那就沒有那個國際法可以去約束了 所以從拿破崙那時候開始 佔領 你可以佔領 但是你不能一專主權 你佔領之後 你可以跟他要求 我打贏他了 因為他今天可能侵犯我 我打贏他了 我可以跟他要求什麼 我可以跟他要求贖金 不是贖金 要求賠償 戰爭賠償 我可以叫你賠我 劉球有沒有賠給美國 有啦 他賠給他3億多美金 所以我可以要求你賠償 我可以要求你 什麼地方可以跟你建立一些不平等條約 所以那時候 蔣忠正很好玩 蔣介石很好玩 他說他廢除不平等條約 請問一下戰爭 有哪一個條約是平等的 戰敗國 戰勝國打贏戰敗國 他會跟你建立平等條約嗎 當然不會啊 他一定跟你建立不平等條約啊 我打贏你耶 我花那麼多的時間 花那麼多軍隊 花那麼多錢來打你 打贏你 你不給我錢 你賠我錢啊 所以戰爭 贏的國家 可以跟輸的國家要錢 但是你不能跟輸的國家要土地 不行 因為那是土地是神聖不可分割的 如果今天 戰勝國可以跟戰敗國要土地 那就有一些國家專門喜歡去打仗 因為他可以跟戰敗國要土地 慢慢越要越多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 那個巴勒斯坦的土地 以色列都一直要不來 為什麼國際上 以色列很強啊 但是國際上一直要求 你跟巴勒斯坦佔領的土地 你要還給他 這是佔領不得一尊主權 然後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中華民國他沒有辦法合法 他已經亡國了 中華民國在哪裡才可以再合法 在中國 他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反攻大陸 我們小時候都有念過 他打敗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就可以合法了 他回到那邊當他的王 但是蔣介石他已經落跑了 然後也沒有人現在願意 再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仗 中國國民黨不跟他打了嘛 中國國民黨要跟他打嗎 他如果要跟他打 幹嘛簽一個法 幹嘛要跟他大和解 幹嘛要現在這樣子很清楚 要在福建平壇 建立一個他們準備要撤退的基地 他們準備要從台灣撤退 很多跡象你都會看到 對 流亡政府要撤退啊 平壇現在有人在管 那都蓋好了 只要中國的第二代 這是真的 中國第二代他有申請 我是流亡在台灣的中國第二代 我可以去那邊申請房子不用錢 跟誰申請 宋楚瑜 他在那裡管 所以他在台灣沒有辦法當島主 他到平壇當島主 所以中華民國現在流亡政府在哪裡 你可以講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準備要再平壇 對啊 所以你會慢慢發覺 很多的跡象很多的跡象顯示 我們只要按照法理 台灣就會有出路 你跟他在畫得很大聲 像某一個政黨 中華民國的政黨 只要冠上中華民國的政黨 他就是中華民國 不管他是民進黨 台聯黨 然後那個國民黨 他都是中華民國 他們喊得再大聲 情感台灣台灣獨立 喊得再大聲 為什麼走不出去台灣 為什麼沒有罵走到國際 因為你沒有根據國際法 你沒有根據戰爭法 你沒有根據萬國公法 你沒有根據這些 那個那些法律條約 你法律條約到國外 就像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那個 你說那個美國他會比較這個保護蘋果嗎 蘋果跟三星告來告去 不一定誰贏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都用國際法在告嘛 阿誰有專利法 這國際方都有國際的專利法 智慧財產權 所以蘋果打三星 三星打蘋果打來打去 甚至我們現在我們的 那個 那個古王阿 大日光阿 他要去告三星 欸 今天 大日光都幫 那個 那個 大力光 大力光他都幫那個三星做那個 他們的那個 手機的那個零組件 他是他們的供應商 結果他要去告他們的源頭 他為什麼可以告他們的源頭 為什麼他不怕 撕掉那些競爭 因為他完全按照國際法 大力光有 大力光有一千多項專利阿 阿因為大力光他敢做這個動作 所以他繼續站穩千元的古王 這些 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要告訴各位 你只要照著國際法 照著萬國公法 你到國際上你都可以 游離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所以 再怎麼樣 說中華民國建立的一些什麼 友邦 再怎麼樣在聯合國為中華民國發聲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 去參加任何的 國際正常化的一個組織 在國際上可以接受的組織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有沒有人合法的代表中國 有阿 所以他可以參加任何的國際組織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秘書長有講得很清楚一點 告訴各位 當我們 從美國軍政府那裡接政權之後 我們跟全世界各國都是好朋友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像瑞士中立國一樣 當我們要賺天下所有的錢 台灣人很會賺錢 我們要讓大家 所有的我們的小朋友 都無憂無慮 讓他們學了正確的歷史 讓他們有國際觀 像新加坡的小孩 像香港的小孩 有國際的競爭力 你知道韓國的教育費用 韓國的教育費用是台灣的幾倍 同樣的喔 小學生他們的教育 我們的六倍 他們花六倍在教育他們的小朋友 為什麼中華民國不願意教我們的小朋友 他怕我們的小朋友變聰明 如果每個小朋友都像我一樣這樣 像這樣台下的小朋友就開始學正確的歷史 像我女兒一樣 跟所有的同學講台灣沒有光復節 台灣是戰敗國 你想想看他每個同學 如果每個同學都變聰明了 台灣人都聰明了 知道明年不要去投票 不要去投任何的票 因為投票就是支持中華民國 所以不投票 讓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流亡政府 他佔據了我們的 他幫我們改國籍 佔據我們的國土 然後還要我們去投票 我們沒有人支持他 那全世界就注意到了 沒有大家還以為這是一個民主勝地 很合法很自由很民主 都建立在一些假象之下 所以我們一直在把事情做對那是錯的 我一直常常在跟各位講 觀念沒有對或錯結果不同 你一直在把事情做對那是錯的 因為一開始就錯了 你要把事情做對他會變對嗎 一剛開始就錯的事情 舉例來講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有兩個年輕人 這是美國很真實的案例 我昨天才在跟我朋友聊 那兩個年輕人 他們12歲就被關進感化院 做小偷 然後呢 在感化院裡面又不乖 所以一直被一直被關 關到18歲出來 本來只要關一兩年 偷竊關一兩年 他被關了六年 18歲出來那兩個年輕人出來之後 那個時候 大概20幾年前發生的事情 美國沒有中途之家 沒有中途之家 所以那兩個年輕人出來以後 找不到事情做 找不到工作 社會同學都不接受他們 因為他在念的是社會大學 監獄大學 所以外面沒有同學會接納他們 他們兩個人相依為命 所以他們很懷念 在監獄裡面的日子 因為監獄做得很好 有籃球可以打 有飯可以吃 福利很好 所以他們兩個下了一個決定 我現在在講 他們兩個下了一個決定 決定什麼 他們去 朋友很多 拿槍太容易 他們去弄了一把槍 他們說他們要在加油站 他們兩個還沒有地方可以睡 就在馬路那邊等 說第一個進來加油的人 他們兩個就輪流 兩個一人開十槍這樣 輪流把那個人殺掉 從頭打到腳這樣 這樣他們就可以做一輩子的牢了 他們要做一輩子的牢 因為 坐牢太舒服了 在外面太辛苦了 在外面求生不容易 沒有人輔導他們求生 所以真的 六點多 就一個人 開著車進去加油 他才剛一下車 他們兩個就一個人開十槍 就把那個人幹掉了 真的就把他幹掉了 他幹掉之後 他們兩個就很高興在那邊等警察 不跑喔 所以大家很奇怪 社會馬上報導 這兩個 剛從監獄出來的人 他們幹掉一個 幹掉一個人 還不跑 還在那邊等警察來 然後跟警察講說 我們就是故意要幹掉他 為什麼 沒有原因 我們要回監獄 這是在美國發生的真實案例 好 這兩個人達到他們的目的了 你看喔 我剛剛在講 錯的事情 但是他們的觀念認為是對的 所以到最後 這個事情會是對的嗎 還是錯的嗎 所以他們被關進監獄 錯的觀念 做對的事情到最後還是錯的 那我們回到原來的 回到原來那個被槍殺的人 那個是一個牧師 他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九歲 一個十歲 他一大早準備要到那個教堂裡面去步道 剛好車子沒有 所以他就去加油 他一加油莫名其妙就被人家幹掉 他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那個牧師 就是因為他是牧師 所以美國才會報導 這麼一個愛心 有愛心的人 善良的人 他就這樣死了 到底美國的監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這是在一本書上記載了真實的故事 所以書上都有那本書叫做 《喚醒心中的巨人》 我也常講這堂課 然後那個媽媽 那個媽媽就一直想要安撫他的小孩 結果他的兩小兒子很有guts 然後他就跟他媽媽講說 媽媽你不用擔心 我們兩個開始要學武術 我們兩個長大以後要進監獄 要把那兩個哥哥殺掉報仇 因為他殺了我爸爸 他們兩個下了一個決定 如果照他們下了這個決定 他們沒有認為他們觀念是錯的 他們開始這樣練習武術 武功夫高手 然後犯個案進去監獄裡面 把他兩個哥哥殺掉報仇 對不對 他們一樣把事情做對 達到他們的目的了 然後他們兩個也一生都毀了 因為他一生就準備要報父親的仇恨 在中國大陸武術小說裡面不是常這樣 要報復仇 這個時候他媽媽聽到了 如果你是那個媽媽你會怎麼做 好 我支持你 我們馬上去學跆拳道 學空手套還是學什麼 去找李小龍學功夫 他媽媽那時候只拿出 所有的全美各地寄來的信 美國各地寄來的信放在他兒子他們面前 他說這些人怎麼樣 這些人都寫信來關心我們 捐錢給我們 然後幫助我們 告訴我們要努力要堅強 告訴我們要勇敢 他媽媽只問他說 這社會上好人多還是壞人多 各位我請教各位 這社會上好人多還是壞人多 當然是好人嘛 迫害我們的只有中國國民黨 來台灣的那些 傷害我們228 我們的傑出年齡 只有那一些人 那一小群人好人多 壞人少 但現在我們台灣社會很多的好人 我們的本土台灣人 都被中國國民黨他們教壞了 他們搞不清楚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對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對的事情 他那時候就告訴他的小孩子說 好人多壞人少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想辦法 你們換個腦袋去想 如果怎麼樣才能對社會更好 像這些你看 他們殺了你爸爸 但是成千上萬的人捐錢給我們 告訴我們要努力要堅強要有個好人比較多 他們兩個小朋友轉了念頭 他說 那媽媽我們可不可以以爸爸為榜樣 我們以後也要當牧師 都在一念之間 真的在一念之間 同樣有一個吸毒的人 他有兩個兒子 那個吸毒的人到最後 因為吸毒被判終身監禁 他有兩個兒子 他的大兒子當警官 記者去訪問他 為什麼你會當警官 他說因為我爸爸吸毒 我不能像我爸爸一樣 我看我爸爸吸毒太痛苦了 所以我要當警官 去把那些吸毒的人都抓起來 讓那些賣毒的人都抓起來 讓社會上減少這些傷害 結果他的老二二兒子也是一個毒販 然後記者就去問他 你為什麼會吸毒會賣毒 他說因為我爸爸吸毒 兩個答案都一樣 一個因為爸爸吸毒 所以要去當警官 一個因為爸爸吸毒 所以我也可以吸毒 所以各位爸爸們 各位媽媽們 你們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榜樣 你如果不要吸毒 小朋友至少不會說有二則義 還有機會去吸毒 你如果是一個好人 好事代表 你很正確的 再告訴小朋友正確的 台灣史 台灣戰爭史 他們會跟你一樣 會為台灣盡一份心力 會整個會因為你而改變 所以 我們回到那個剛剛那個 台灣民政務的主張跟立場 因為時間關係 我要開始 加快速度 讓各位知道一些戰爭史 台政 那個回到那個 我們先把那個 主張跟立場了解 出去外面跟人家講 就是這些主張跟這些立場 我們要求美國總統 尋萬國公法 讓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讓我們台灣可以真正的參加社會上各個組織 以台灣的名義 以台灣合法的國際地位的名義參加組織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主張 根據國際法理 根據國際法理 有機會去瞭解 你才會瞭解到 為什麼有些人會 有些人會用一些其他的 第四條的逼 或者有些人會用第二條的逼 你要整個法理瞭解 究竟那和平協議對我們有什麼 限制跟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我們根據這些國際法理 我們要遵守國際法理 你就會瞭解 怎麼樣讓台灣 以台灣最大的利益為原則 讓我們台灣的下一代都可以走出去 再來我們的立場是 我們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 就算我們掛車牌被他們把車牌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警察 把我們車牌拿掉 我們也不使用武力 也不使用暴力不跟他衝突 我們完全按照法律來走 他們就算台灣當局 台灣authority 他們的當局的法令 我們也可以根據 因為他們沒有資格 他們只要求 他們的法令只要求 中華民國的車牌要掛在明顯的地方 我們有掛在明顯的地方 我們只是上面一個 我們的美國軍事政府的車牌 下面一個台灣 中華民國當局發的車牌 我們有很明顯的張貼在他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沒有違反他的交通法則 我們沒有違反他的交通管理條例 通通沒有違反 所以他們會用說什麼 除非他用我們的大牌贓物什麼 我們只要把它擦乾淨就好 所以他們沒有法則 不能隨便拆掉我們的車牌 尤其是不能把我們的美國軍事政府的車牌沒收 他們沒收他們就觸犯法令了 是他們觸犯法令 不是我們觸犯法令 所以我們跟他走法律 我們不使用武力 不使用暴力 但是我們用各種方法 我們推廣我們的台灣身份證 我們推廣將來的旅行證件 我們推廣我們的那個車牌 我們讓大家知道 推廣大家來了解台灣民政府 來了解我們這個國際 我們用任何方法 讓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夠久了 你沒有看過一個流亡政府 對當地實施戒嚴的 你想想看波蘭如果在英國實施戒嚴 法國在英國實施戒嚴 那英國政府會怎麼樣 所以那個時候剛好 我們真的是剛好遇到日本天皇的權力被調起來 沒有我們台灣跟我們實施戒嚴 日本政府要跳出來替我們講話 美國軍事政府要跳出來替我們講話 我們那時候剛好就是都沒有人替我們講話 所以才糊裡糊土被台灣 被中華民國戒嚴了38年 講到這些真的是 我們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推動的是 我們不合作也不配合 不合作也不配合 所以現在這樣子我都跟小朋友講 我真的跟我的小朋友講 好好學英文好好學日語 為什麼 因為以後中文可能是 大學才會有選修的課 可能在很快的未來 你上課就學英文 上課學日文 你的上課不學中文了 所以不要浪費時間 你跟爸爸媽媽有代溝沒有關係 我們會改變 我們會去學英文跟你溝通 真的啊 將來的中文可能就是大學選修了 所以像這些 他透過這些時間來 不斷的用中文來 奴化我們 來教育我們 來欺騙我們 我們要改變 那 才是你轉到214那一篇 我讓各位看齁 那時候蔣介石真的 他真的不是什麼歷史的為人 不是什麼民族的救星 不是你小時候唱歌唱的那個 但是 你看齁 等一下你先我先看上面齁 那個你拉下來一點 我自己拉我自己拉 我可以拉嗎齁 你看這一篇齁齁 我剛剛看到那個西藏 西藏現在不是都流亡在那個印度 對啊 所以西藏流亡在印度 在那個地方他可以把他那個印度那個 那個那個 城市改成他印度的嗎 不可能嗎 改成他西藏的嗎 不可能嗎 所以這些我們都很清楚知道齁 213 應該是214 好 蔣介石齁 他那時候本來叫他的秘書 在2003年9月 他 中文濤他有寫一本書 在2003年 就是十幾年前出的書 他說齁 本來蔣經國計畫逃亡日本 他在1949年初的時候 他就致電召回當時中華民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 團長朱世民 叫他在東京買豪華別墅 他認為他對日本是什麼 以德抱怨嘛 所以日本應該會接納他嘛 他奉旨寺就在日本當附近找到理想的別墅 也付了定金 他準備要去日本 要去養老了 因為他知道他會被毛澤東幹掉 他又沒有地方可以去 台灣那時候有陳誠跟孫力仁 所以他怎麼想 他就想去日本比較安全 他已經幾乎放棄了 他那時候如果不是因為那個 陳誠跟孫力仁 又把他接來台灣 讓他為非作膽 其實那時候他可能會比較善終 然後結果那個日本的媒體可能不想他去吧 朝日新聞 獨賣新聞 通通都曝光 所以做罷了 他就沒有辦法逃到日本 但是呢 蔣介石他飛到澎湖 不敢直接飛台北 因為他不知道當時的台灣佔領軍頭目 陳誠到底怎麼想的 然後那個軍頭孫力仁 他跟美國關係很良好 美國本來打算把台灣管轄權交給孫力仁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命啊 有的時候 你又不能不講說那是命 怎麼會這樣 明明順利仁管 陳誠管 都比蔣介石管好 他至少不會戒嚴38年嘛 怎麼會這樣 我們台灣糊裡糊塗 就被蔣介石管了這麼久 還在64年的時候 我都記得那時候 我國小四年級 全國放假 大家全部跑到那邊排隊 在那邊哀悼 你們年輕人可能不了解 每個人都在學校每天降半期 然後多少 那個報紙電視新聞報出來 那老舊的電視 就看所有的人都在那個台北那邊 排著那個什麼 凱達哥蘭大道人龍 這樣排著這樣去 沾仰他的遺容 有的人又哭到這樣 我真的想不到 我現在想一想 真的是 很多人這樣從國外飛回來 然後四處這樣金門 馬祖這樣跑到那邊去看 他說 那個時候中間人 菲律賓大使陳之年 他是那個白手套 他去找孫利仁 他要陳之年替 陳之年替蔣氏投實問路 問孫利仁 蔣中正 蔣介石 不想亡命國外 他不想去日本 不想去菲律賓 但求台灣一席之地 如果孫將軍以為 不方便 他們白手套就要去麻煩 所以那個時候 為什麼孫利仁會去接他 孫利仁跑到澎湖去把他接 接回來以後自己就被關起來 不是嗎 孫利仁被關起來很可憐 他被關了好久 關到死 他去投他去效忠 我效忠你蔣中正 他說你怎麼可能效忠 你是台灣的頭 要不是我蔣中正 用宋美玲的關係 他那時候 人就是這樣 會 會那個 人如果不懂得 感恩 真的是在這世界上 真的豬狗不辱 他那時候就是因為 孫利仁那時候對他很好 可是他覺得 那時候他覺得不是孫利仁 是因為他的老婆宋美玲 幫他的關係 所以孫利仁說台灣一切當於總裁之命是總 他還叫他總裁 他那時候已經流亡了 還叫他總裁 結果孫利仁歡迎蔣介石去台灣 還幫他跟陳陳官說 讓蔣介石美國反抗他去 反對他去 他還是流亡了 因為孫利仁跟美國關係很好 不是宋美玲 結果38年世界紀錄戒嚴軍事統治台灣 我們被佔領 我們為什麼可以被戒嚴 被一個流亡政府戒嚴統治 到現在我都真的 你會念國際法理念懂 你會搞不懂 為什麼那時候台灣沒有人出來講話 台灣有沒有人出來講話 有 台灣有千千萬萬的人出來講話 台灣有非常多的高級知識分子 了解國際法理都說不對 現在還跑到日本去 然後都被蔣介石一個一個暗殺 所以創造了世界上很有名的228事件 請問一下228事件 在228紀念館紀念的台灣的先人有幾個 幾百個 那真正在日本時代 有紀錄的高級知識分子 他們有戶籍的 到了後來那個 台灣先見後在台中下重新徹查 有日本有戶籍的 到那時候228事件以後戶籍不見了 各位知道有多少人嗎 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 有戶籍的 那個到時候蔡蔡元蔡老師會告訴各位 他是我們的228事件的受難者 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二十二萬五千個人 二十二萬五千個高級知識分子 不見了 所以那時候念書是很可憐的一件事情 不能念太多書 不能講對的事情 因為人家有槍有子彈 我們又在很遙遠的邊界 我們又沒有什麼戰略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戰略隊 不像現在那麼重要 所以那時候這樣子 狐利無圖就被幹掉22萬五千個人 後來 然後後來那個孫立仁 後來孫立仁被以叛變軟禁 陳陳當副總統 當到死 這是 不了解蔣介石的人 蔣介石在1934年跟美國英國元首簽署 開羅宣言 如果宣言有效 台灣應該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啊 他幹嘛要苦苦哀求那個孫立仁跟陳陳去收留他 如果開羅宣言有效 是不是台灣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對啊 所以開羅宣言是無效的 他才要哀求 這裡面很多他自己矛盾的地方 他如果開羅宣言有效 就像和平條約無效 好我再跟各位講 各位要了解 什麼叫宣言 什麼叫做條約 我今天在打仗 我是 我假設我是麥克阿瑟 我今天說了什麼 我這叫宣言 因為我是 暫時 那個太平洋地區的三軍統帥 我最大 但是我那時候宣言 那個時候在暫時有效 打仗一結束 要以什麼為基準 條約 所以那時候台灣馬上定立 舊金山和平條約 宣言就無效了 而且宣言裡面很清楚提到 宣言的基礎是 是中國不能再侵犯臨近的國家 才沒多久 毛澤東就自己打破宣言 因為是中國 中國跟那個 中國代表簽的開羅宣言嘛 那時候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 流亡在台北 所以那個 中國的合法政權是中 那個毛澤東 毛澤東很快就去打韓國 中國已經自己片面毀約了 所以宣言就無效 所以當他一打韓國 他就救了台灣 我們要很感謝他打韓國救了台灣 但是沒有完全救到 蔣氏心中明白 台灣當然不會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蔣氏必須安排流亡日本 流亡菲律賓 所謂開羅宣言 沒有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又怎麼能宣稱台灣已經歸還中國了 中國內戰 蔣氏敗退台灣 蔣氏敗退前曾經向陳誠指示 台灣應該成立一個有別於 國民政府成為的台灣地方政府 或台灣自治政府 這是依照戰爭法 所以就是佔領地區的台灣民政府 當時陳誠怎麼樣 陳誠贊成啊 但是誤喚心疑 蔣中正一跑來 蔣介石一跑來 馬上把自己的畫畫推翻 蔣介石 他帶著宋美玲逃難到台灣 野心富然 用戒嚴控制台灣人 用民族大義 毒化台灣人 台灣人終於陷入愚蠢的不自治 所以我們為什麼 我們不要去跟外面講說他很愚蠢 因為他真的也是被騙了38年 被騙了68年 你們各位今天才醒過來 你們newborn 是新baby 你們現在才剛醒過來 我們可能找各位找個一年醒過來 但是他們在外面 他們現在都還在 還在那個水深火熱 他們自己真的不知道 誰在水深火熱 他們在他們的思想在水深火熱 所以他們都完全不了解 更何況他們已經經歷過很長時間的 教育跟習慣 他們已經被洗腦又整個被綁住了 他們的思想觀念被綁住了 所以你剛開始跟他們講新的觀念 就像 我常常很佩服那個傳道人 他們這樣子 我有一次耶誕夜 我在上完課要回家的時候 晚上11點多 我那時候住台中 我在台北上完課 我回到家11點多 快12點 我把車子停好 從那地下車停車這樣走出來 結果我兩個人很冷站在那邊 就跟我講說 信耶穌得永生這樣 我就覺得哇 好偉大喔 要到10點了 還在那邊傳道 因為那天可能是耶穌說的 所以他們平常沒有那麼晚 那天還那麼晚 我們要有那個精神 真的要有那個精神 像他們一樣 你要讓你的親朋好友 真的花一點時間 他們花了六十八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相信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想要花一天的時間 告訴他們中華民國在平坦 那有可能 很難 很難啦 除非他應該是市中間多貼 那也不可能 我自己的弟弟喔 我就跟他說幾百百百 他又感覺說 沒什麼可能 這樣 車頭越多 頭部會越重 真的 我頭部不會重 也很重 不過 那真的是 每個人的觀念不一樣 就像我上次在講 孝順孝順 不是有孝而已 你不是每個人給你老爸錢 每個人給你老爸出國 這樣要順 對啊 剛好跟我弟弟不一樣 我爸爸說來上課我就來上課 來上課你就會聽老師講 你就會跟很多的那些歷史學者聊 順著他 你才有機會去了解 因為我沒有把我的心關起來 然後我弟弟怕我老爸被騙 所以他會覺得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剛才聽也是覺得 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有兩種 你跟你的朋友講也是一樣 不可能 那有兩種 一個是不可能 好我來看看 一個不可能他就不來了 那我屬於那種不可能 但是我來看看 對啊 至少因為跨出那一步 你跟你的朋友也可以講 我也知道 你會覺得不可能 沒關係你來看看 你也會覺得不可能 沒關係你來看看 我有個老師 你會在開槓來跟我聊 我也是覺得不可能 我們從小就接受 我們很認真在背 那個時候那個什麼 那個蔣介石的那個歌 我們都會唱 而且常常要唱軍歌 什麼民主的偉人 歷史的救星 什麼挖勾的 被一大堆 我大概比較早期的都知道 而且我們那時候 很清楚知道 我們一定要講北京話 不講北京話被罰錢 他透過這樣子 一連串的不同 一連串 一連串的思想改造 你會看到 這個 跳過來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那個 這是真實的案例 在被納粹 納粹那時候也是透過思想改造 去改造那些 英國人 法國人這樣 有兩個 他們納粹在官人 在集中營 有一些高級的戰犯 比如說將軍 那些將軍受 比如說受英國的教育 法國的教育很長久了 就有兩個將軍 他們都被關起來 然後他們關的是流籠 就是那個 關在籠子裡面 下面都浸著水 他們一整天從早到晚 下半身都浸在水裡面 這樣給你浸一天兩天 沒關係 你浸十年二十年怎麼辦 真的就被浸著十年 你知道那個將軍 有一個將軍就瘋了 另外一個將軍 他的思想 他的心靈很自由 他每天早上 一樣 因為他們都在水裡面醒過來 這也是他們那個戰犯史上面寫的 他一醒過來以後 他第一件事情一打開 哇今天天氣很好 他準備要去高爾夫球場打球 他是用心裡面 他就閉上眼睛 他都不睜開眼睛了 他想像他在灰桿 他就每天打十八棟 打完要吃飯了 他是讓心裡面很自由的 他說納粹可以關他一輩子 當然沒有辦法關他的心 後來他被放出來以後 他就當然做一下體能恢復 因為他每天都在打球 這十年來 他一上場竟然變職業級的 真的上場去打的時候變職業級的 這是真的 所以 中華民國 他可以一直不斷的 把我們思想改造 但是我們的心思自由 你可以選擇 你告訴你的朋友 你可以選擇 選擇跨出那一步 來看看真正的台灣的歷史 你也可以選擇 繼續相信中華民國告訴你的 所有的一切 但是 但是台灣的國際地位 永遠沒有辦法正常化 因為台灣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有一個流亡政府在台灣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然後到了國外又說中華民國在台北 對啊 他們有一個很矛盾的 所以在台灣我們走不出去 因為他告訴我們 整個台灣都是他中華民國的 到了國外說沒有 我是流亡政府我在台北而已 那不是很矛盾嗎 那我們怎麼走得出去 那你可以告訴你下一代 如果有方法 有solution 有方法可以解 有解決的方法 你要不要來看看 我是為了我的下一代 為了我的女兒們 真的啊 我希望我的女兒將來 可以很清楚台灣的歷史定位 將來可以在台灣很清楚告訴大家 我是大日本台灣人 我的國際地位在哪裡 我是為了我的女兒們在這裡 我希望可以讓他們 可以真正了解台灣 可以看到真正的台灣 好 台灣人被蔣介石陷害 然後陷入一個ROC跟PRC之間 一個中國之爭 ROC就是中華民國 PRC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蔣介石逃離中國之後 落腳台灣 假設 這個當年 當年蔣氏是流亡日本或菲律賓 PRC跟FORMOSA就沒有關聯了 因為他PRC跟ROC就有兩個會爭 看在馬尼拉還是在日本 爭來爭去 ROC跟FORMOSA之間純粹只是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代理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的領土而已 ROC 是在 ROC跟我們台灣是 純粹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帶領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但是蔣氏 他的 一意孤行 他的胡作非為 讓台灣目前陷入ROC跟PRC之間 一個中國之爭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是因為蔣介石他剛開始就做錯了 然後他現在想把事情做對 不可能會對 因為剛開始就沒有做對 如果一剛開始 他很清楚 代理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代理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台灣不會現在這麼複雜 然後最重要的是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全部都相信 我們現在跟PRC ROC 我們相信我們是ROC 然後他們是PRC 這是最糟糕的 所以我們現在致力於讓他們醒過來 沒有關係 ROC跟PRC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是FORMOSA 羅斯福總統 在1945年4月12號死掉了 杜魯門總統續任 那個時候羅斯福總統 他們裡面有很多的機密檔案 以後各位可能會知道 這我不要在台上不要講的 那個人都已經走了 我們不要太那個 但是宋美玲真的對羅斯福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羅斯福一直很支持中華民國 那杜魯門他跟羅斯福不太好 但是杜魯門他竟然 他對蔣介石、宋美玲印象很差 還說他們一家都是賊 杜魯門他認為蔣介石貪污、腐敗 沒有辦法治理台灣 麥克拉瑟也在1950年 羅斯福死了5年之後 在國務院聽說法理上 台灣仍然是日本的領土 他想要把台灣灌給日本 但是 為什麼 杜魯門、羅斯福到最後都還是妥協了 這是國際利益 這是美國利益 還有重點是那個宋美玲真的太厲害了 我真的不知道宋美玲怎麼那麼厲害 所以一個女人真的是要壞的時候真的壞的可以 美國是二戰時間超強國家 當時絕對有能力阻止蔣氏流亡來台灣 但是為什麼沒有阻止 這是歷史的宣案值得探討 我們只有所有的美國的機密文件解密才會真的去了解 為什麼當初可以阻止他 他可以命令孫立仁 他可以命令臣臣不讓蔣介石來 到底宋美玲是怎麼去遊說的 竟然可以讓他來到台灣 這是歷史懸案 而且杜魯門總統非常厭惡蔣介石 想要放棄蔣介石 為什麼又會去掩護蔣介石 讓他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很矛盾耶 這就好像那個雙面間諜什麼 那個間諜的情節真的很矛盾耶 你很討厭一個人 你看他就很小 看他就真的很討厭 結果你最後還去掩護他 很矛盾耶 所以他不是 他真的很討厭蔣介石 但是他又被宋美玲遊說了 他又被宋美玲遊說成功了 所以宋美玲是真正是蔣介石的這個 一舊武幫夫運耶 他真的幫著蔣介石 所以為什麼宋美玲到老了以後 他都不敢留在台灣 他不知道被台灣的人怎麼樣 所以他都一直躲在美國 但是他真的很厲害 他可以讓美國歷任總統 甚至很討厭蔣介石的總統 最後還是掩護他 我想一想 想一想 真的就是台灣就敗在宋美玲的手上 真的 不是敗在別人的手上 就敗在宋美玲 這個矛盾的情節 這個故事 將來一定會在歷史上 要對台灣人交代跟解答 美國為什麼對蔣介石這麼縱容 1949年的2月14號 美國派中華民國參事 莫承德奉美國國務卿愛奇遜拜險 前往台灣執行特殊使命 莫承德到達台灣 根據美國政府的打算遊說陳誠 但發覺陳誠沒有辦法跟美國配合 實施有他困難 所以在3月23號指示愛奇遜說 要讓台灣抿入共產黨掌握 我有向聯合國要求托管 請加考慮 所以那時候莫承德有向陳誠提出五個建議 結果陳誠竟然沒有辦法配合 第一個 陳誠主持台灣政局 政權給陳誠管 第二個 台灣政局跟國民政府分離 並且跟共產黨絕緣 台灣平民政府跟國民政府分離 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繼續流亡 台灣平民政府就給陳誠去管 美國每年給台灣2500萬美金 作為經濟援助 提供海空的保護 蔣介石如果來台灣只能用政治避難者 邀請孫立仁參加新政府管軍權 以上 陳誠除了贊成成立台灣平民政府之外 其他都避而不談 為什麼 奇怪 到底他們那個特務 到底是怎麼樣去陷害去控制 去控制他們的弱點 讓陳誠這樣 陳旅安的爸爸 從頭到尾 他只敢說成立平民政府 其他的跟國民政府分離 人家給他錢他不敢要 然後蔣氏來台當避難者他也不敢 順利人參加新政府他也不敢 所以這可以確定事件事實 蔣介石來台灣 應該是政治難民流亡在台灣 所以呢 民國38年1949年12月 隨著蔣氏來台灣的國民政府 就是流亡政府 國際法規定 流亡政府沒有辦法就地合法 也沒有辦法在流亡地宣誓主權跟執行管轄 所以在戰後管轄台灣不是流亡政府 應該是代替美國的中國軍事政府 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就不是蔣介石管的 那時候應該就是毛澤東在管我們 因為是代替的 所以到時候一段時間都要還給美國 第二個聽明於盟軍統帥的中國軍事佔領政府 跟中國流亡政府沒有關聯 是兩碼事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任何瓜葛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之前 法理上有資格管轄台灣領土 是中國軍事佔領政府 不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依照戰爭法 中國軍事政府佔領必須設立 台灣人在地所組成的什麼 台灣民政府 日後軍事佔領結束 能夠將行政權跟和平轉移權 給台灣民政府 所以他們那時候 中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中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他們佔領完了之後 他們要把政權還給台灣民政府 結果通通沒有亂了套 他直接就把中華民國 國籍 全部交在每個人台灣人身上 把我們從日本籍 每個改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戰後 如果台灣依規定 所以日本 跟台灣投降之後 我們都是戰敗國 我們是同一個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所以沒有即時設立台灣民政府 當年盟軍 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跟杜努文 要負舒適的責任 戰後結束 台灣如果依法規定成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治即刻與中國政府分離 劃清界線 也自然跟共產黨絕緣 蔣政權自認是合法中國 利用台灣人服兵役 保護台灣人自己的敵人 中華民國 今日回顧 不禁唏噓而啞人 最後十分鐘 我給各位一些很簡單的考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些考題 你就很清楚知道 因為再過沒多久 各位考試 我先幫各位複習一下 我們來看那個 戰生者回覆考題 來 美國在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 對台灣的流亡政權有什麼稱呼 英美兩國達成什麼共識 他那時候對台灣的政權是 Authority in Formosa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所以他這樣講 所以他講的是用這個來稱呼 甚至連現在連那個 CW都這樣稱呼 Authority in Formosa 台灣當局 所以英美兩國在1951年的6月5號達成共識 否定開羅宣言對台灣歸屬的拘束力 而決定不將台灣移交給中華民國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從來沒有將 佔領日本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 以Formosa Government的稱之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要知道 到目前為止 美國 甚至連CW到現在都稱 Authority in Formosa 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稱呼他們是台灣治理當局 法理上 Formosa Government是由哪些人組成的 真正應該在法理上由 組成台灣的平民政府 由哪些人組成 是由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Formosa 組成的台灣民政府 那請問一下本土台灣人是誰 什麼是本土台灣人 請問一下各位 土生土長的 是不是 台灣的民主 住在台灣的 那中國人很多人住在台灣 對啊 父母親在日本時代有戶籍的 這是法理 父母親在日本時代有戶籍的 這是法理 父母親在日本時代有戶籍的後裔 才是真正的本土台灣人 由本土台灣人組成的 People of Taiwan 你要了解People of Taiwan 如果說住在台灣就是People of Taiwan 反正那就沒有People on Taiwan了 所以People of Taiwan 是在日本時代 在1945年那個時候 在台灣有戶籍的 我們的父母親 他生下來的後裔 才是本土台灣人 美國 本來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 他的盟友 二戰的盟友 為了鼓勵蔣介石 然後有台灣將來共產中華民國的開羅協議 但是由於中國政局政變 及共產黨中國強力介入什麼 美國否定了開羅宣言 中台灣 開羅宣言裡面 台灣移交中華民國的 中華中國的戰時的協議 他為了鼓勵蔣介石抗日 跟他一起打日本 所以說 打贏了 我把台灣這個殖民地 撥給你蔣介石 但是他不知道說 那時候我們已經不是殖民地了 我們已經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所以他那時候就算開羅協議 真正生效 也不能把台灣撥給中華民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日本的 所以那個時候蔣介石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想一想很矛盾 我應該現在跟各位講的歷史 應該從頭到尾都用日語跟各位講 我竟然用中文在跟各位講我們真正的日本的歷史 很可憐很矛盾 我應該用從頭到尾用日語告訴各位 我們的長輩們 像我們甚至很多高砂族高壽 他們都還講日語 所以我現在一直開始告訴自己 我要學日語了 我都開始在上日語課了 我覺得日語真的不好學 因為從小學中文習慣了 所以覺得日語不好學 人的學語言的習慣是這樣 其實學中文我們從小學就會習慣了 所以你如果從出生去講日語 你會很習慣 這是真的 因為像我們學語言 我們的習慣性都是從聽 從說開始 可是中華民國在教我們英文的時候 完全顛倒 所以我們很可憐 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到美國不敢講話 因為他們只會看 只會看 只會寫 每個人都要比彈 他以為你是啞巴 都用比彈 因為講他不會 所以他從頭到尾他就把我們交笨 共產黨介入韓戰 所以呢 開頭宣言就無效了 好 再來我們看 國籍問題 人權跟法律相關必須遵循人民的什麼 或什麼的選擇 要合服法律成績 也就要什麼樣 這三個原則 有三個原則 有關於人權啊 法律啊 這些合法的 國際法 就是要自願 要議願要合法 你就算有自願 當中華民國的人 你就算有意願 要當中華民國的人 但是你不合法 你一樣不能當中華民國的人 你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合法 本土台灣人的祖先 從來沒有在台灣領土 建構一個統一台灣的主權國家 所以一旦外來的統治因素消滅 台灣住民就會回復到無國籍的狀態 對不對 對 要決定一個人的國籍 要怎麼樣才能合覆國際法規定 必須出於自願或意願 而且要合覆法律程序 又是要合法 如果以政治處理人民的國籍 是無效的 他當初怎麼處理我們的國籍 很清楚嘛 他用政治嘛 他直接就說我們暫時歸入中華民國國籍 暫時喔 他講暫時喔 然後一暫時就暫時這麼久 究竟在和平條約 日本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但是 台灣的主權還在誰的手裡面 日本天皇 如果要把台灣移轉給中國 會出現哪些問題 你要了解 必須面臨誰執行台灣的主權 誰可以移轉 誰是合法的移轉 然後抵觸佔領不得移轉主權的國際法 佔領不移轉主權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的不得就地合法 這個都會抵觸 所以台灣移轉給中國的機率是怎麼樣 零 好 開羅宣言指的是一份新聞公報 沒有人簽字 是不是有效 開羅宣言有沒有效 有效啦 西方的習慣只要雙方講好 不會因為沒有人簽名而無效 為什麼他現在會無效 因為中國去侵略了韓國 你懂嗎 中國侵略韓國以後變無效 因為中國答應 我們講好了 我不會再侵占任何國家 所以你台灣送給我們中國 但是那個先決條件是要合法的 所以他們一剛開始他們就不合法 所以就送不出去 你要送人家禮物 你要送人家禮物 結果那個禮物的主權 是別人的 我今天我說 我要把這個皮夾子 送給那個我們下一個獎師有錢 我可不可以送 當然可以啊 因為那是我的皮夾子嘛 對不對 那我今天說要把那個台生的皮夾子拿出來 我說要送給佑謙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當然不可以啊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概念嘛 下一堂 佑謙老師就會告訴各位很簡單的邏輯概念 你就會了解 有些概念就這樣 你要很清楚 這樣你沒有辦法移轉主權 我們的主權是在日本的天王的手裡面 他怎麼可以把我們送給中國 我還有一分鐘 台灣人有人 多年研究開樓宣言是不是有效 是答案是有效 但是對台灣人也是無效 為什麼 很多人研究開樓宣言 他們研究學者都研究開樓宣言 開樓宣言有效 但是對台灣無效 為什麼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從來不是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 這些裡面在新台灣的裡面都有寫到 哪一個國家是唯一有權執行 對台灣處分的國家目前 對 美國 那當時 美國誤認 台灣是日本的什麼 殖民地 所以他誤認了 所以他才會說把台灣送給中國 美國了解國際法 他如果知道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他不會把台灣送給中國 美軍在外面作戰 獨立的美國軍事政府立刻啟動 啟動後一旦戰爭停止 美國軍事政府立刻結束 所以不得停留於戰區 對不對 不對 完全不對 必須要有正式的文件宣布 由美國總統不達才可以結束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講很久 如果各位需要這個 考試的資料 沒有問題 你都可以到後面去找那個